哇 好鲜啊 真的是鲜甜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云丽小丽 夏天就是花样吃瓜的季节 今天我们要用两根本地丝瓜 做一个丝瓜称子 我们看怎么做才能又嫩又好吃 要炒丝瓜呢 最重要的是丝瓜的选择 不管你在哪个城市 我们就选择当地当季产的丝瓜就好了 就每一个丝瓜它沉甸甸的 丝瓜呢 其实它轻炒就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如果你给它一个适当的一个组合 比如说我们今天炒的这个丝瓜和蝉子 因为蝉子本身有海鲜的那种鲜味嘛 就可以带动丝瓜本身的味道 洗干净的蝉子 放一点盐 然后再来一点芝麻香油 这个原理啊 据说是让这个水的表面 暂时封住一些 这样在它缺氧的状态下 它就可以把沙子吐出来了 如果朋友们知道它的原理可以打在蛋糕上 另外准备一个煮锅 水开了之后 把洗干净并且泡好泥沙的这个蝉子 放进去快速地抄一下 保持大火 这过程非常快啊 合开了就可以了 大概是三十秒左右 这个状态就已经完全熟了 我们为了把它更好剥出来 所以把它放在一个冰水里 把这个裙边给撕掉 这样就是一个干净蝉子了 小兔子 蝉子肉 剥好的这个蝉子肉啊 我如果觉得它不干净可以再洗一洗 好 蝉子就这样处理好了 丝瓜呢 我们可以在准备下锅之前再处理它 因为它很容易氧化 我是用削皮器这样薄薄的把这个外皮削掉 这样的状态就行 切这个丝瓜啊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我喜欢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大概两三毫米的样子 这个小的配菜呢 我用了几根小香葱 一个朝天椒和两瓣蒜 蒜把它拍撒 然后切碎就行 葱不要切得太碎 因为丝瓜本身的味道非常的淡 蝉子它也只有鲜味 所以我们给它一点点味道 调料的味道 大概热到六七成吧 手放在这个位置 能感受到热气 我加的是前两天炸的葱油 我觉得蒜跟丝瓜还是很配的 就会让它有比较香的味道 本身它这个素菜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稍微炒出香味了 你可以把丝瓜先放下 火一直是一个中小火的状态 其实你看它表面有一些薄薄的油 我们就可以做调味了 这个炒丝瓜一定要放糖 糖可以激发出丝瓜本身鲜甜的味道 下面我放了热水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丝瓜它本身有这个绵液 所以它加点水煮出来的汁 就像勾了芡一样 我们把这个铛子放进来 这时候可以把刚才切好的葱和辣椒 放一些进来 因为它们主要还是一个调色的作用 如果家里小朋友吃 就可以不放辣椒 改成枸杞 看起来会更漂亮 这时候可以加盐 这道菜就是靠这个盐来调味的 我没有放深色的调味料 这个也很重要 深色的调味料 就让这道菜看着不那么清爽了 最后我还放了一点白胡椒粉 铛子丝瓜它本身 有一点点土腥的味道 白汤了 你看太鲜了 可以用它拌饭 甚至吃完这个菜之后 用这个汤加点水的下面 都是很鲜美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夏天 非常非常鲜甜的一道菜 然后因为这个鲜子和丝瓜 它们的骨胺酸 鸟胺酸在一起激发出食材本身的鲜味素 而且调味也很简单 所以我非常非常希望你在家试一下 如果鲜子比较难获得 我们也可以用鸡蛋替代 或者用毛豆 用各种蘑菇都可以 因为它们都有鲜味的物质 料菜希望改观你对丝瓜的意向 一定试一试 希望大家都能安康地度过这个夏天 感谢了 小子夜喽 拜拜